求订阅 就他了 不少 现在林无二气他傻了 精神受了刺激 智商只有五岁 你在教我做事 傻不傻 我自有订阅 把他身份证交给我 一个小时后 我要带他走 老大 顾四年果然看上了你 你这张跟他姐姐 急于相似的脸 待会儿他就带你离开 知道了 下去吧 戒指和黑卡你都戴着 还有 帝王宫的入口还记得吗 小崽子 出去要注意安全 我教你的东西 别忘了练 有机会 帮我这个老家伙 回去看看 师父 你放心 你的仇 我不会忘的 等我忙完家里的事情 那些烂人 就叫他们血债血偿 这件衣服 还是在你身上好看 哥哥 丽丽饿了 不许叫哥哥 叫阿年 更不许笑 因为笑了 就不像他了 姐弟猎 是什么 姐姐累了吧 现在 抱我 姐姐亲亲啊你啊 弟弟退刀姐姐 乱雲 月月还小 不能随便亲男孩子 不亲就不给你饭吃 再把你丢进海里为鲨鱼 快点 谁让你亲我嘴了 不是你让我亲的吗 这到底是让亲 还是不让亲 姐姐啊 把你现在长大了 过什么好日子 不用姐姐再替我受苦了 妈的 你动手动脚的分屁 这十字真是一天 也过不下去了 骗他的狗东西 得想办法拿回我的身份照 谢城 云姨 季婉柔 我们是时候该见一面 趁五年来 我可是一分一秒 都不敢忘记你 你们夹住在我和我母亲 身上的痛苦 我一定会一百倍 先被他逃回来 妈 我回来看你了 这么多年了 这对狗男女 把你的房子弄脏了 不过你别担心 我会帮你收拾干净的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了 我想出去逛逛 但是迷路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是人是鬼 宽柔 不是叫你先回去吗 我 我忘记拿包了 过来 我胃疼 帮我揉肉 我去帮阿娘熬姜汤 以前你胃疼 都是我帮你揉的 我跟你说过 我不会娶你 你是我姐姐 你知道的 我不是你姐姐 既然你不是我姐姐的话 那这个家 就容不下你了 我一定会是福太太的 江宇 你竟然从那个恶魔监狱里活着回来了 以后这些事 交给保姆做就好了 安年长大了 不需要姐姐照顾 还不行吗 月月 再试一次 这次 肯定能成功的 我只是想出去而已 还凭什么关着我 杀爱她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 都会是简单 你再试一次 她高兴了 也就放你出去了 最后一次 少爷命苦 她就是 太想念大小巧 等少爷烦了 也就放你走了 等她烦了 就会放我走了 姐姐 早餐好了吗 阿年 快来尝尝味道 嗯 姐姐以前呢 常常舍不得吃这个鸡蛋 别人过生日 都吃长寿面 阿年八岁的时候 也吵着要吃长寿面 姐姐 就给我摊了一个鸡蛋 可是阿年不知道的是 那是姐姐 连洗了三天脏衣服 才换来的几个鸡蛋 姐姐也是像这样 放了好多眼 因为这样 阿年就不会再吃 第二个鸡蛋 回家的时候看见 且经碾着鸡蛋碎 风起嘴里 双手合十 请真的许愿她 希望阿年 每年生日都能吃上鸡蛋 我只是想悄悄告诉你 下个月 我给你办生日宴 我给你办生日宴 姐姐常唱一首鸡蛋曲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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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爱的宝贝 睡吧 我亲爱的宝贝 睡吧 睡吧 阿年 姐姐姐身份证找不到了 你帮姐姐找找好不好 姐姐的身份证 她就在你 睡着呢 烤东西装的吧 白费老娘这么骂你的故事 来 我下药了 这脸蛋嫩得能掐出水来 咱哥俩这次运气不错 还有人花钱让曼这事 今天可要数了 这小刘真不错 再让我看见来 小心你们命 还不是你们动 何年 我好热 何年 冷 我好冷啊 何年你为什么要用冷水浇我 以后不许你出去 逛个街 都能逛到叶总会去 是阿姨带我去的 我不去 她就要帮我送回监狱 去了 她要把我扔在那里不管我 宛柔带你去的 还好 让你差点就让 借宛柔那个奸人给算计 以后不许你出去 出门 得我陪着 你脑子不好 外面的人太危险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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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怪你 用冷水浇我 我可能感冒了 这么疼 该死 一定是被他们下药了 当时就应该要了他们的命 今晚上 我一定会还给你一份大 别动 你别人下了不好的药 身子都是软的 要不是我在叶总会和别人谈生意 你就被那些男的糟蹋了 可是 阿姨 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医生 还用冷水把我浇感冒了 等着 我给你拿药 姐姐 你手里拿的什么 什么也没有啊 阿姨 你是不是照顾我太辛苦了 眼睛看花脸 你看 什么都没有吧 阿姨 你的手好扬啊 很舒服啊 江小姐 是风寒 需要出院 好好调理 明明我自己扎几针就会好 让你帮我弄到这里 还得扎好几次针 永远 已经推超了 乖乖在这里听医生话 我不要待在这儿 他们给我扎针 等你好了 带你出去玩 那你可不能说谎呀 那这几天 可要乖乖地让医生扎针哦 待在这儿也好 我终于有机会 能去江龙集团 看看我那好父亲 这个江岳以前是什么身份 江岳以前是江氏集团的千金小姐 她因为被指控谋杀亲生母亲 而被关进了古岛监狱 这个江龙集团又有什么背景 江岳的母亲就是江龙集团的董事长 她的父亲继承是坠续的 她的母亲死了之后 继承就成了现任的董事长 江岳又是经历了什么变故 智商变成了五岁 听说被关进监狱之后 发生了一场高烧 智商就变成了五岁 看来这个江龙集团水很深啊 杀人犯 好好去查查这个江龙集团 江岳八成是被栽赃陷害的 听说他当时被指控谋杀 就是因为凶器上有他的指门 怎么会是顾思念 他怎么把江龙集团了 这么晚了董事长我们还没走 弃成这个老人心 吃不过吗 刚才明明不在的 我在啊 一生苦不得三红 看在姐姐这么听话的份上 送你个礼物 阿年骗人 阿年明明什么都没拿 嗯 喜欢吗 这么好看的花 是个女孩子都会喜欢 以前姐姐最喜欢花了 看见卖花的 总会去看一看 可惜我们没钱 看来顾思念对他姐姐的感情很深啊 如果文剑在顾家 那就先待在他家里 身份证和文剑都要拿吧 哎呀 我手好疼啊 保姆今天请假了 如果姐姐实在不愿意出去的话 你就陪他绕过去 我才不要跟他在一起 他好凶啊 肯定会打我的 放心 柔儿不会的 你乖乖跟着他 我要去趟公司了 如果他出事 找你算成 你到底是谁 阿姨 你好凶啊 你瞧我东西 别装我 你就是江约 你是怎么从欧摩监狱里逃出来 你悦悦 阿姨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没关系 我让你永远听不懂 郭思念走了 快进来 速战速决 江约 看来你这些年在监狱里学了不少本事 不过我看你再厉害 能不能厉害过海哥的人 把药给他灌下去 我没有生病 我不要喝药 这可由不得你 我知道你是江约 这碗药喝下去 你就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不过我也要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有这大药师 这里面的东西 以后都归我 不过罪名 可得落在你的头上 你知道你妈死的时候 是怎么求我的吗 她求我放了 要是她知道 我们让你背锅 棺材板都烤不住 这不是事想怎么办 把她给我弄得半死不活 再把药给我挂下去 嗯 嗯 好 狗东西 来得这么快 看来摄像果是真理 阿年 是这个女人偷钥匙 要不是我 东西都被她偷完了 阿年 花姐姐逼我喝药 我没有生病 我不喝药 遇上这两个流氓 都能从而度过 姜月的智商 真的只有五岁 阿年 你能把这两个人 赶出去吗 他们还扯我衣服 我害怕 小姜 进来 来了 顾总 把这两个家伙 丢到孤岛监狱 饶了我们吧 顾总 是她 是她给我们钱 是她给我们找一个姑娘 让我们潇洒一下 你带人有大量 饶了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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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饶了我们吧 我们家也不敢了 求求你了 顾总 可惜没找到那份文件 带走 走 阿年 是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偷迷失的钥匙 要不是我 东西早就被搬空了 蠢女人 找死 你 阿年 我不要待在这儿了 他们都欺负我 那两个男的要把我衣服 这个花阿姨还要打我 阿年 你不要听她胡说 我看到她开密室的门 我才叫两个人看住她 谁知道 他们起了歹念 幸亏你及时赶到 幸亏躁密室的时候 把人请 辅辞了 阿年 我不要待在这儿了 他们都欺负人 我会查清楚 走 我带你出去 又是一个不想花钱 顾公主饮的穷酸 我想试一下这套 小姐想要试这套 却得先付定金 我们这些都是手工制作人 师父的黑卡拿出来 容易被宠家盯上 有些人没钱 还来高端定制 阿姨 你也来买鱼端 你撑不撑了情绵 没钱还赶紧滚 去哪儿了 哥哥 这里不给钱又不让试 阿姨还打扰我 我说过 别救我哥哥 这么多人让你含我姐姐 你不尴尬我还尴尬 可是你比我大呀 这么多衣服 怎么不试试 这里不给钱就不让试 我又没钱 阿宁 姐姐是嫌衣服不好看 闹脾气呢 个疯婆娘 监狱出来的竟敢打我 阿姨 乱说话可是要被罚的哟 臭婆娘 监狱出来的竟敢和我抢东西 我跟你拼了 阿宁 阿宁 那阿姨是不是疯了 她是不是没吃药啊 我跟你说过 她脑子有问题 就委屈一下吗 你是想找我陪吗 找她陪 姜月买了漂亮的礼服 未必能穿在身上 生日夜那天 你就等着出丑吧 我想让你亲自帮我试一下 还有 我觉得我现在这双鞋 也不是很好看 小心点 鞋子要是把裙子换坏了 要找你们赔钱的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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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宁 好看吗 如果尽藏是天空的衣服 是你 能不能再天使你 听你的声音 这套礼服已经脏了 需要全款带走 连这双高跟鞋 也一共是十八万八千 我要是让你给欺负了 我师父是不一的 阿宁 我可没钱 这衣服是你让我试的 是是是 我让你试的 所以它脏了 也是我赔 现在我有钱了 可以赔你钱 是我勾眼看人帝 我再也不敢了 小姐你不用赔 我会送去赶洗的 如果小姐你喜欢这套礼服 可以打八折 只要付十四万就可以了 阿宁 你家是不是很有钱 怎么把它加成这样 卡屋已经给姐姐了 你看着办 公司还有事 就先走了 既然我有钱了 那我就把这里的衣服 全都试一遍 等事到我喜欢的再买 谁怕你们来的 七婉容总是跟臭虫一样弄这些鬼花样 太高兴了 过四年和七婉容到底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这么担心 妈 吃药 你说你 背一个影子 吓成这样 你去记得去看过没有 江月有没有出来 不大可能嘛 那是连恶鬼都怕的孤岛监狱 再说 估摸着早就被鲨鱼吃了 没有人能从那里面逃出来的 你放心吧 早点休息 我就先走了 江月 愿有头债有主 世纪尘害了你 别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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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报 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报 你 你该死 你把我的月儿送进监狱 他进了监狱 我们就能多分一份遗产 这是你那个好老公出的卓衣 闹死你 闹死你们太容易 我会让你们生活如死 你们一个个等着吧 姐姐 你出去了 姐姐 我锁了门 你怎么出去的 找绳子翻墙出去的呀 为啥老板人关在屋里 人家又不是你啊 姐姐 下次出去 告诉阿年 阿年陪你 可是你又不在 我想去看星星了 我好久都没有看过星星了 这里都看不到星星 阿年 妈妈说 如果有一天她不见了 她就在天上 让我看星星 我想妈妈了 姐姐也喜欢看星星 可是她担心阿年很老 怕山上出危险 从不敢带阿年上山 你看 她们都在天上看着我 我的姐姐 妈妈 所以 我们也不要再让她们 为我们担心了 下次你还能带我来看星星吗 总算是查到了 江龙集团财务总监的消息了 小贱人 这次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 阿年走了 江朱里也走了 你命怎么那么好 四次都能逃脱 这次 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你们都是大坏蛋 你跪下来求我呀 说不定我可以守下留情 求你 你们是来杀我 求你 你就能放过我 放了你 怎么可能 我费了好大劲 才把你弄到这儿 这吗 我看那一张 真像我一样 经历 姐姐 你 看见你这张脸就让我生气 就因为我长得比你像顾四年的姐姐 你就生气了 知道这是什么了 刘思安 只要一点点 就能让你面目全非 顾四年回来了 你的这张脸也毁 你没了这张脸 顾四年是不会管你的 不过 在毁了你这张脸之前 我得先让你舒服舒服 你不是爱勾的阿年 我找了几个男人 保证你满意 好好享受接下来的美妙时刻 我保证 吴宇伦 你看我多贴心 还为你这张脸蛋 准备录下最后的时刻 两个地沟里的臭臭 加上一只癞蛤蟆 出来吓人喽 我看你装傻到什么时候 痴伤只有五岁 你这话怎么也能回去 接下来看你的了 我要让他笑都叫不出来 给了你多少钱 让你做这些遭雷劈的事情 臭婊子 齐天爷王盯你了 凯哥的人是你能逗的吗 两个废物 一个小姑娘绑住手脚都搞不定 什么小姑娘 分明是练家子 得加钱 我们要治病 还敢跟我提钱 事情都给我搞砸了 赶紧滚 彪月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护着他 他不过是比我长得更像 过死您的姐姐 他还要什么 狠毒还不自知 也不悔改 真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知处 我狠 你们一个两个 都被他给骗了 还好我有这个 江玉 我看你怎么还在顾家混得下去 你这个虎妹子 你勾引我们家阿年还不算 还拉个帅哥 你可真是好本事 阿姨 我是阿年的朋友 江玉她受伤了 我只是把她送到了医院 现在又把她送回家而已 我先走了 阿姨 你是谁 我是顾四年的妈 我来就是告诉你 在顾家最好给我安分点 别给我出什么妖蛾子 要不是河妥没有拿到手 才不会在这儿跟你虚威威 我告诉你 你要是让我顾家给丢了面子 我就把你送到叶座回去陪起来 你不是连长得好看吗 我让你和男人呆个够 阿姨 是那个叫婉柔的姐姐 找人绑架了我 你胡说八道 婉柔温柔漂亮又得体 是江龙集团的千金大小姐 她会绑架你 阿姨没有妈妈 阿姨是在孤儿院长大 你 阿姨 你居然护着这个小老祸 任由她来离解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 我们之间的感情还需要用她来离解 她说的哪句不对 我难道不是孤儿院长大的吗 你难道不是因为顾家的财产 才想起来当年还走失了一个儿子 阿姨 你父亲当年去世 我也很难过 你知道你叔叔失了多少伴子 你知道我有多难吗 你挨过饿吗 你尝过三天没吃饭的滋味 你最大的难处 不过是你手上的资产 可能从一百万变成五十万 阿姨 小刀这个霸道的讨厌我 小时候这么可怜 车里不欢迎 我给你订了下午的机票 阿姨会不会生气啊 小时候调皮捣蛋 他们就把我关进小黑屋布给饭吃 还是姐姐饿着肚子 把她的苹果拿给了我 阿姨现在长大了 不需要姐姐照顾了 你该照顾姐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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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嘛 你怎么来了 阿姨 这个女人在骗你 她真是好功夫 两个男人都抓不住她 你怎么知道的 不信你看看 她以为把卡取出来就没事了 但她不知道摄像机现在都自带内存 到底还是不太了解现在的环境 自带内存不需要外插卡 拿不了就离开国家 阿姨 就是这个坏女人 她要毁了我的脸 她说这张脸没了 阿姨就不会再管我了 阿姨是不是以后都不想再管我了 你是不是想把我送出去 我真有借口 你不要觉得我妈喜欢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阿姨 你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 故事是不会要这个傻女人的 更不会要一个进过监狱的女人 你现在可以走了 阿姨 你不要执迷不悟了 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 我是不会让你伤害她的 总有一天 我会把你们做过的事 百倍千倍地还给你们 你们等着下地狱 阿姨 你还是送我回去吧 我会拖累你 别说话 我要做什么 他们还管不着 我岁的智商 你从来没想起 顾少 我查到了 江龙集团居然 抽套资金 姐姐 以前都是宛容不懂事 可你上次 明明就是拿了阿年的 密室钥匙啊 那是阿年丢的吗 我只是看他跟别的钥匙 长得不一样 拿来玩玩 阿年 没听说你丢了钥匙啊 没事 大不了换个保险柜就行了 我不知道是阿年丢的呀 我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给阿年丢了 听说姐姐 那次从顾家翻墙出去 那么高的院墙 连保安都出不去呢 找个绳子就行了 小时候家里穷 什么上方翻墙都做过 这有什么担心小怪的 那我要听姐姐小时候的事 姐姐小时候的事 我也想听 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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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病人家属 我是 温柔怎么样了 病人失血过多 急需要输血 学库里这种血的库存不多 得需要你们输血 吃我的 你们俩都跟我来 先背行吧 到时候 给他来一起麻醉 他就不知道 我们抽了多少血 他可是熊猫血 把这些血 拿到黑石上卖 比我们火熬一年的 收入都多 想抽老娘的血 给温柔 做梦 还想抽我的血去卖 真是活得不耐烦 你们怎么不问一下 我愿不愿意 给温柔书血 出过来抽血 家属已经签署了 同意书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 不需要别人帮我 签同意书 你不同意 婉然会死的 那就让他去死啊 你怎么这么联系 那可是一条人命啊 他可是要杀了我 他是为了救我 才出事的 你怎么知道花盆 不是他找人推的 不可能 他是胡闹过 可是那是一条人命 你还真是了解他 果然情人眼里出西施 你看他都是哪哪都好 病人家属 怎么样了 这种学习的人太少了 我们已经联系了外地的血库 这位小姐的情况不太好 喂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半个小时之内 必须把姜业抓回来 天助我业 看来是被打晕了 连麻醉都生了 抽多少血 他们根本不知道 他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动手了 没有顾上 我们怎么敢动手 他又伸手 打倒了我们好几个弟兄 我们没办法 只好用迷药材 带到这儿的 滚 给他打一针强心剂 你死在这儿 怎么抽这么多 病人失血太多 没办法 没事 抽了血是这样的 回家养几天就好了 顾四年 是你派人抓我的 是你让他们下的药 宛柔没时间了 等不及 我没办法 你凭什么决定 你可以替我做决定 宇宙 宇宙 救人啊 顾家 我不是该在医院吗 多好运啊 该死 竟然抽了这么多血 让我虚弱之子 失忆之子 现在这个条线还要再说 季宛柔 你又多了一笔 导致我跟你算账 怎么做起来了 医生说你太虚弱才晕过去 需要好好调养 你来干什么 打算再把我保养医院 去给季宛柔输血吗 那是一条人命 我做不到不管 你只是把我当个血裤 等你的宛柔小姐有伤了 就把我保去给他输血 先把这碗养身子的鸡汤喝了 血液很身体再说 你可以走了 姚玉 怎么是你 你是不是在想 我说了那么多血 现在应该半死不活地躺在病床上 不可能 我亲眼看到他们 抽了好几大袋的血 果然是你安排那些黑心医生 多抽我的血 你说 我是该扎你胳膊 还是该扎你大腿 你敢 江龙集团的人就在外面 只要我叫一声 他们都能把你重新送进监狱里 那个花盆 也是您找人推下来的办 是我又怎么样 谁让你抢住我的阿年 来人啊 你使劲儿喊啊 别吃饭了 大点声 快来人啊 外面的人是不是死了 是不是愿我帮你喊 来人 阿年 你是来看我的吗 就这么点伤口 还需要输血 你是不是瞎了 所以 就是你串通医生和护士 抽江月的血 不是的阿年 你别听他胡说 是我内伤了 需要输血 那我们把这血药 拿去检验一下 看看血行 就知道谁在撒谎 可能是医生搞错了 不是我 不是你 你慌什么 所以真的是你寝人 把花盆推下去了 阿年 骗你的一直都是他 你真的相信 他只有五岁的智商吗 阿年 你干什么 敢骗我 就得承受骗我的代价 没事 一会儿让医生 给你接上就好 力道没控制住 可能作就了 你就是江月那个山日藩 你怎么不死在监狱里 说我的血 还冲着我降降 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 整天围着男人转 我祝你们一辈子 有个男人来接江月 看来关系不一般 去查 我要知道接他那个男人的全部资料 嗯 拜见天龙殿主 供应归位 你们就凭一只戒指 还认我是天龙殿主 这只戒指 戴在谁的手上 谁 就是天龙殿主 以后不必如此 最近多关注天龙几天的动向 我要知道季城和季婉容的一局 以前店主 待在顾家身份有所隐喃 很多事不方便 现在店主归位 已经为你准备了归位大人 一定要记得邀请季婉容 几补宴和郑婉 我让他们高兴到局 遵命 属下这就去安排 顾少给姐姐准备的生命宴 也是我天龙殿主的归位宴 顾少 可别辜负我为你准备的这份大力 阿明 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不好 当年为了救你 大冬天我跳下河时 到现在都身体一直不好 我知道 我说过会管你一辈子 就不会食言 你可是我姐姐 我不要当你的姐姐 我喜欢你 当年江月救了那个 糟稀稀的男孩 被爸爸罚归了你听 江月你可能还不知道 你才是顾死年的救命恩 阿明 你不要再糊涂下去了 那个江月 他会害死你的 你不要总是针对江月 我针对他 你心疼他 他却和别的男人搞在一起 怎么不认识我了 我是江月 怎么是你 你不是在监狱里吗 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想干什么 你 当然是了 是 是我的亲生女儿 胡说八道 有哪个亲生父亲 会诬陷自己的女儿 又有哪个亲生父亲 会把自己的女儿送进永远出不了的恶魔监狱 那是你云姨 她想爱你的 等我知道 都晚了 那个地方 又捞不出来人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你放心 我是不会丧心病狂地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的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有多虑 你有无子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有多虑 你有多处 杰伯燕是不是你的私生子 你是江离 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 杰成对你那么好 你还要找男人 他要的是儿子 生不了儿子我就会被赶走 那我就给他一个儿子好了 你该死 把我的月儿送进监狱 他进了监狱 我们才能多分一些你的遗产 这还是你那个好丈夫出的主意 不可能 你伪造的生意拿过来骗我 你信不信都不重要 只是顺带给你听罢了 我主要还是要你看看这份文件 你最好仔细看看这份文件 因为不久 我就会把你送到恶魔监狱里去 你们想干什么 我不会告诉你们的 孔伯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江月 江月小姐 你是江小姐 我不信 当年 你被继承和郑云 赶出江龙集团的时候 我才回国 后来 结果我的母亲死了 我也被他们诬陷送进监狱 既然你回来 都在这里了 当年我还是 江龙集团的财务总监 他们转移资产 捏造假合同 怕我发现 说我贪污 上我倾家荡产 行太事 孔伯 你的死 也是他们的 他们天天逼我 我到处搬家 自从夫人死了 你进了里面 他们才放过我 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安定了 孔伯 来吧 你回来了 啥了 我人老眼花了 我怎么看见赵有根白头发 哦 时间不早了 你快回去休息 去吧 回你房间 去吧 好 去办吧 我三天就要结果 江律师啊 我明天早上 修改遗嘱 又老头 兔崽子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你不清楚啊 你自己修改了遗嘱 你要把你的钱 给谁啊 哦 给那个在监狱里的贱货 对不对 给他 也比给你强 那个贱人 竟然敢给我戴绿帽子 跟野男人 生了你这个杂种 你 我可是养了你二十年的爸爸 你 你死后 钱不就是我的了吗 再说的 你当年不就是这样干的吗 哦 我就说死老头怎么知道了 原来你回来了 那不凑巧了吗 来点 你怎么从监狱里面出来的 等一下我就让你怎么进去 正好杀这个老头 没有替罪羊 你说瞧不瞧 你快走吧 快走 今天你们 谁也走不了 你 出手 你们 你在干什么 阿年哥哥 他们俩狼情 惬意 不然撒狗粮呢 真不要 见个男人就扶 不如我可以 俘虏他不行 这还没怎么着呢 就护生 没奸情 谁信啊 谁让你动手 就你也不可以 放开他 满意 你先走吧 姐姐 你就这么离不开男人 还是一个比你大这么多的男人 我的事情 就不用你管 你还是多关心关心 你的弱不禁风的宛柔姐姐 毕竟你的宛柔姐姐 只破了那么一条小口子 就得找人给他舒适 你 你 阿年 我们还是走吧 看来姐姐不太欢迎我们 就不要打扰姐姐休息 我把宛柔当亲姐姐一样对待 那个男人 一看就是寄予你的那种男人 和我 没那么多 写给你的宛柔姐姐 你要去哪 我扶你 卫生间 我来扶姐姐吧 原来我是要离开顾家的 让你这么一说 你最见不得 就是我离顾四年太近 但我就顺了你的义务本顾家 让你不好受了 你信不信我明天就让你从江州消失 你欠我呢 我会一笔一笔地向你讨回来 不用你扶 顾四集团的继承人又怎样 我怕你吗 听说消失十年的天龙殿主要重复江湖 一个月后要举行大典了 天龙殿主在十年前 那可是媲美国主的存在 国主都要给三分颜面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如日中天的 是顾家 一个月后 那不是要跟顾家姐姐生日宴 装在一起吗 听说啊 这顾家的姐姐也很神秘 几乎不出现在任何供工厂 你们都不知道 顾家那姐姐是个冒牌货 真的姐姐早就死了 顾少想念姐姐 找了好几个香项 没想到顾少还玩这些提升游戏呢 早说啊 我这整个人 要是能攀上顾身 家族也能沾沾光了 赖寒的还想是天鹅人 想抱上暗了 也不看自己配 哇 没想到这天龙殿主 如此年轻 旁边的女伴更是角色呢 真不要言 刚从顾家出来 就和别的男人贴在一起 江月 靠着男人耀武扬威 丢人吗 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 这可是天龙殿主 今天是我天龙殿第一次举办的美舞 我跟你们记住 不可能 你不是江月 怎么可能这么想 他就是江月 就是那个贱人 一定没错 这是什么场子 再敢叫香 陈满叶 不守规矩的都给我打尸腿扔出去 是 殿主 哼 大家都看到了 希望之星 有价无事 这是天龙殿为了庆祝重出江湖拿出来的项链 只此一件 我天龙殿第一次举办拍卖会 是想跟大家交个朋友 才会把这件藏品拿出来拍卖 希望之星 没想到我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希望之星 希望之星 没想到我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希望之星 不知道这天龙殿是什么来头 竟然如此大手笔 阿年 你帮我拍下这条项链好不好 我要是戴上 谁不收顾少资产雄后 确实家里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传家宝 这个倒是合适 我出八千万 起拍价 一个亿 看来我们只能包包眼福了 一亿五千万 哇 顾少出手好大方呀 一出手就加了五千万呀 阿年 你对我真好 顾思 对你这个玩意 明明你还真是 陈板印 这条项链三个一出手 看使记你加一下价 是 两个月 两亿三千万 这位朋友 是从哪儿来的呀 这么大主 抱歉 我家主子比较低调 三个一 三亿再加六十六万 顾少怎么还加个零头啊 讨个吉利罢了 想必顾少是买给新上人的吧 我就不夺人所好了 这条项链归顾少所有 顾少请收到后台付款营货 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开始动手动脚了 这本青青雾 阿宁 你不是买给我的吗 我想现在就戴上 谁说这是买给你 这可是希望之星 我是说过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但这可是三个多亿的顾家传家宝 阿宁 你不会还想着那个狐狸精吧 宽柔 有些事不是你能管的 我先送你回去 我知道你就是姜云 那个在监狸里的姐姐 从顾四年的姐姐 现在又开始装天龙店主 你怎么这样的 我这就死了你这张屁 顾少为了他姐姐的生日宴 看来是花了大钱呀 哪里是什么姐姐 顾少的姐姐早就死了 顾少这几年大概有十几个姐姐了 不过从没听说过给哪个办生日宴 姜云 你应该没想到我会出现吧 抢走你喜欢的能力 像你这种爱情脑袋里 是会疯了 姜云 你怎么出现了不出现 偏偏生日宴 我终于要站到阿宁身边的时候 出来搅和我的好事 幸亏我早有准备 阿宁 你亲口跟我说 要给我办个生日宴 结果我到了才发现 这个生日宴好像不是给我办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姜云 你冒充顾四年的姐姐 你就是那个杀人犯 胡说什么 你知道你在这儿说的话 会引起江州地震的 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 阿宁 你们俩扔下我 是觉得我多余吗 那我走吧 顾少 生日宴是你要办的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不介意再多一个姐姐 两个姐姐一起办生日宴 也不是不可以 你是来挖苦 还是来帮我解围的 天哪 这就是江龙集团的那个杀人犯 太可怕了 他是不是冤冤出来的 你还真是傻 你还以为我是一起弄 没有万全的准备 我会出现 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像我 赶快查一下 有没有越狱的人 赶紧抓起来 真是吓死人了 我是直发鼠的 大家不要慌 我们手机里有 现场连线监狱长的视频 原来真的江越还在监狱里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这位姐姐要冤枉我 让我进监狱呢 她不是江越 我看着江越进了监狱 江越腿上有块八 我们看看 谁的腿上有八不就行了 姬伯彦是不是你的私生子 你是江灵 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 鸡城对你那么好 你还要找男人 她要的是儿子 生不了儿子我就会被赶走 但我就给她一个儿子好了 你该死 把我的月儿送进监狱 她要进了监狱 我们才能多分你一些遗产 这还是不是个好丈夫出的 监狱 你害死了江灵 杀死了我妻子 并且把我亲生女儿 江越送进监狱 你 你活说八道 是你安排的 是你想吞了江灵的财产 是你杀了她 爸 爸一定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一定是有人伪造的声音 一定是你伪造的 他就是像霸占江龙集团 就是你 你就是那个杀人犯 阿宁哥哥 你看就是这个男人 一直护着江越 他们俩分明就是拼头 江越 我得不到的 你也别想得到 你怎么不去死 你死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宫营天龙殿主归位 宫营天龙殿主归位 江越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有情深感 到底想干嘛 我这也是待不下去了 大家既然是顾上邀请来的 那也是我天龙殿的朋友 我们换个地方继续吧 我知道你的身份不简单 你真的是天龙殿主 雪哥哥 我是江越啊 你救我的江越 江越 你到底什么身份 给我说清楚 我什么身份 你不都已经明白了吗 我还要解释什么 赤伤只有五岁的 是你吧 我被诬险入狱 收了风还没有药 烧到了神经 智商解退 十好事 刚才那么多人面前 承认自己是天龙殿殿主的 也是你 没错 是我 那你告诉我 从一个小可怜 变成顾驾都要忌惮的 天龙殿殿主 可能吗 可能吗 这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 您不能理解 但是却偏偏发生的事情 放手 你弄他我了 我忘了 你已经不再是那个 需要我保护的伤子好了 保护 因为你 让我差点被人灌了药 因为你 差点成为男人的玩物 因为你 差点要给纪婉绕 书写虚弱而死 我真的只想保护你 从看见你的第一眼开始 我的父亲 千方百计地想让我死 因为想拿到母亲 留给我的财产 他们合谋杀了我的妈妈 却设计我成了杀人凶手 他们做了这么多 没有人让他们偿命 我只是想让他们得到 他们应该得到 你就逼着我 你说 那是一条命 你却告诉我 我的命 和我妈妈的命 都没有她 季婉柔的命经过 凭什么 对不起 错了 我真的不知道 季婉柔小时候 救过我一命 我答应过 要救她一辈子 她救过你 你为她做多少事 都是应该的 但是 你不应该拿我的命 去偿还你 签下 我只是想还了这份救命之恩 以后我就不再欠她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用我的血来偿还 原来她只是不想欠她 原来是我错怪的 看见你的脸色那么白 我真的很后悔 我不知道怎么说你才能明白 你少给我装可怜 你顾上身边围着的阴阴艳艳艳 是不是哄好了这个 转头又得修哄那一个 阴阴艳艳 我哪有 你都跟那个陈满意 公开成双入队了 我可没有 陈满意是我师父的手下 我只是需要他帮我做事情吧 你师父 姐姐 我以后怎么找你呢 找我干什么 难道我救了你 你还要以身相许 你再弹我一个脑瓜崩 你怎么奇奇怪怪的 你曾经是不是在河里 救过一个小男孩 你跟他说什么 知道多少年的事情了 难不成你喜欢我 所以找这么个烂借口说 你就是我救的小男孩 这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我的问题也很重要 我喜欢你 真的很喜欢 从第一眼看见你开始 第一次见你 我就想要保护你 你喜欢我 所以你这么问我是吃醋了 陈满意试试了起 吃醋也正常 但这都过去多少年的事情了 我 现在就借这个 没这个必要吧 你再弹我一个脑瓜崩 当年救我的那个女孩 也是这么弹了我 一个脑瓜崩的 所以 那个小可怜 就是你 你当年到底说什么了 他问我以后怎么找到我 我就笑话他 说他不是要以身相许吧 你不用费尽心思去那等了 你救过我一命 我以身相许 那个小可怜 怎么会是你啊 这也差太多了吧 季婉柔 这个死女人 她知道后骗我说是她救了我 她说的时间地点都对得上 她还说 她父亲因为这个罚了她 她的身体就一直落下病根 季婉柔 所以你才那么宠着她 她几次三番小弄死我 你都不惩罚她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这么带毒 想害死你 不过 为了救那个小男孩 那天我回家晚了 父亲看我一身脏兮兮的 说我丢了淑女形象 让她没了面子 就处罚了我 季婉柔 她还真是什么事都敢做 顾四年 你也瞎心忙了吗 这种心思歹毒的人 又怎么会救人 幸福 幸好什么 没有以身相许吗 你还取笑我 看我怎么收拾 我还怕你不成 信不信我叫陈蔓延过来 再打你一顿 你还笑 你看你手下给我打成这样 我怎么见人 我看你啊 就是活该 你上来好好说话 人家陈蔓延这一回上来就打吗 我看我跟他就是八字不合 欠一次 就得打一次 我看你啊 就是平时给惯的 哪有打不过人家就生气的 我哪是打不过他 我能是给他留着面子 算你厉害 给天龙殿最厉害的大管家留面子 还要不是孤姬到我 给你流口气都算不错的了 一开始见到你 就感觉你特别像姐姐 第一眼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保护你 这是对姐姐的愧疚 还是对你的喜欢 我分不清 直到陈蔓一出现 我看见他挽着你 我就想上去揍他 慢慢地陪你 慢慢地老许 阿迪丽 不过你爱不多 你一个出现 您好 这家会所不接待外科 只接待我们的会员 请问你有我们的会员卡吗 会员卡长什么样 我有很多会员卡 不知道是哪一帐 没有会员卡就别在这儿碍事 这是我们的规定 陈老大说了 最近没有会员卡的人 一律不能放进去 陈老大是谁 陈老大是天龙殿的大管家 这里是天龙殿的产业 你有胆量就别走 知道这是什么呢 不就是个戒指吗 这样的东西 在天龙殿来说就是个屁 等陈老大来了就死定 好了 有人闹事快出来 快点来吧 完了 我都见不到人了 你就是他们说的陈老大 他不懂事 没见过殿主 都怪我 天龙殿不养这样的人 以后我在江州 不想再见到你 是 喂 猫哥 帮我查一下天龙殿 这五年里的事情 对了 还有个人 消产满意 我要他的全部资料 滚 滚 今天晚上就行动了 复必杀了他 老大 那可是殿主 还有老殿主的信号 天龙殿的势力 现在竞数都在布施手里 再让他待几天 怕是什么都知道了 这个女人 看不透 女人嘛 准备点迷药 往男人堆里移扔 不都乖乖的 我让你杀了他 没让你准备迷药 更没让你动他 你要是敢动他 我杀了你 到了我的手上 还不是我说了算 这是什么 胡少 你叫我什么 胡少 换个称呼 不然不给你了 这很稀罕吗 我不想要了 你拿走吧 你就不好奇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汉包装 应该是条项链吧 你觉得我对项链感兴趣吗 不过 季婉容应该会很高兴吧 不如你送他吧 你 季城竟然抽套 江龙集团的资金 怕是当我死的吗 你打算怎么办 为了这种人生气不止的 一会儿我们去江龙集团 给他一个惊喜 江龙集团 已经申请拓展了 大家如果能搞来投资 我这个董事长就让给他 江龙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各位董事 这段文件就说明他继承 在抽套资金 你 你 季董 我本来还想把这几年的分红 拿来整成公司 没想到 你这是要撕吞大家的血汗起来 这我解释呀 你们别走啊 逆女 总算你这样 剩下来就该掐死你 你害死我妈 就把我陷害进监狱 就为了得到这个胶龙集团 为了潜藏 丧尽天女 就不配有孩子 你这样 污蔑你的亲生父亲 你就不怕报应吗 张瑜那个小三 和聘筒生的孩子 纪伯燕要您死 我已经为你挨了一关 我欠你的 已经还清了 现在 轮到你来还欠我的 我不欠你 更不欠江林的 他看我的眼神 从来都是 一副看不起的样子 我一想起那高高在上的眼神 我就恶心 你这是 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我妈只是挫架给你 就丢了她的命 你要了她的命 就该有 这就是你该有的下场 我那房间不知道为什么 芋头坏了 洗不了草 切用 切用 你顾家那么大个别墅 难道连几间空客房都没有吗 快别说了 我妈请假回家了 客房都脏没人打扫 要不 你帮我打扫一下 做梦 要死就快点 我要睡了 还说是天龙殿的杀手 连个女人都搞不定 真是丢人 别动 上车别叫 要不杀了你 这里面的人都特别有钱 你放了我 我告诉你 他们的保险柜在哪里 是婉容小姐 我哪敢不开门啊 就是 她怎么敢不开门啊 她可是顾家少奶奶 这里的女主人呢 警报都响了 居然问都不问一声 就把人给放了 就是我妈 都不能让她出 更何况她是季婉容 不是你平时太宠着季婉容 她季婉容能出得了 这个门 不管他们想要是吧 既然目的没有达成 她会回来 我们等着就是了 以后只有她 可以随意进出顾家 就算是我妈 你得打个电话问一下 滚了 现在季城 已经去了她该去的地方 季博焱让季城 举报贪污收回 送进街衣 有钱还真是让人疯狂 想什么呢 事事无常 说不定哪天 我们也会被放弃 不会的 永远不会的 我已经失去自己了 不能再失去了 五四年 你要是知道了 我所有的事情 你真的能接受吗 永远 小心 你 你 陈满意 果然是你 顾少这样真的没有问题吗 要不还是送医院吧 放心 有我在 公司那边你去想办法 不能让别人知道 顾四年受伤了 对 这时候不能让别人知道 不然顾时的股票会跌 你再睡半个小时 差不多就该醒了 我知道这点对你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别装 哼 过不了多久 你还会再进人的监狱 跟那个陈半风一起 哼 陈红侠对你恩重如山 你却狼自野心 把他送进监狱 成了如今的陈半风 你以为他老人家出不来 只是他不想再踏入江湖而已 不可能的 顾世集团手眼通天 好不容易把你送进去 不可能让你出来 你说什么 难道我妈的死 跟师父陈半风 都是故事在背后捣鬼 想不到吧 你的枕边人就是你的仇人 不止这些 就连当年许家的末诺 故事在背后也用了不少手段 我说八道 这跟顾四年有什么关系 你究竟是谁 你绝对不是江月 那种大消息 怎么可能在恶魔监狱中活下来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 我只想听真相 要是你不说的 我不建议用一些 你不知道的手段 别找我别找我 我都说 你让我进去 阿年收藏了 我要进去看看他 来得倒挺快 就是你找人杀我的吧 你怎么不去死 你需要九条命吗 你就是个扫巴星 你妈就是因你而死 爸爸现在又进了监狱 妈妈又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姬伯燕虽然是收养的 但他也是爸爸养了那么多年的 他就是我弟弟 就是因为你 阿年现在也受伤了 现在你还不把他送进医院 你现在想他死吗 扫巴星 妈妈 你如果不是担心我 是不是也能逃过这一切 在我身边的人都多灾多难 我是不是真的是个扫巴星 你们这种人只顾自己 我要让你们感受一下 你们家住在别人身上的兔子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怎么在枪啊 你难道我是在做梦 你不是喜欢顾思年吗 我把顾思年抢到手 现在顾思年喜欢的人是我 你感觉如何 你不爱阿年 你顾应阿年 就是为了报复我 我许臣跟顾思年到底差哪啊 我许家好歹也是三大世家 虽然现在没落了 好歹也是三大世家之一啊 你少跟我提顾思年 怎么 你们想两口吵架了 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再跟我提顾思年 我跟你不客气 我今天叫你来 是想跟你说 你想不想知道 为什么许家 会从曾经的第一世家 败落成现在的世家之末 阿年 我说得没错吧 他们俩分明就是勾搭成奸 那个江月分明就是在利用你 江月你利用我 现在还想祸害我兄弟许臣 你看上许臣什么了 季宛柔 你怎么还敢来这儿 你是个什么东西 还有你 你又跟他搞到一块 我对你那么好 你是瞎了眼了吗 你对我好 我为你挡刀 你就把我扔在家里 你不管我 我不愿意 你转头就跟许臣在一起 没来也去亲亲我我 还要不要 要不是宛柔 没日没夜地照顾我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许臭 你也行行吧 他只是在利用你 顾少 你受伤把脑子给烧了 这样也好 江月要是以后跟了我 我别怪兄弟我 抢了你的女神 你不喜欢这件衣服 你就走说嘛 下次听你的 这可是你不要的 别怪我抢了你的人 别到时候要后悔 这是一件皇室女王 带的红宝石红珊瑚 起拍价八千万 此次拍卖会 是天龙殿所办的慈善晚宴 所有款项全部由天龙殿 捐赠到江州女子学院 及其他分院 作为教育基金 你怎么想起来 要弄个女子教育基金呢 要不是我爸重男轻女 我妈早就死了 我怎么会到现在 连个家都没有 以后有我在 你就再也不会受到委屈 不知道我们这里 能不能成为你的家 一个亿 阿宁 你这次是要拍给我的吗 你放心 我肯定会送你一件礼物的 一亿两千万 你要是喜欢我可以拍给你 何必都用你的钱啊 一亿五千万 两亿 别找我别找我 我都说 当初我是天龙殿的大管家 本来天龙殿店主都不管事的 实际权利都在我手里 可是天龙殿主喜欢上一个男人 胡说八道 师父怎么可能喜欢上一个男人 陈半风确实喜欢上一个男人 他还想把天龙殿给这个男人 这个时候故事找到了我 陈半风确实喜欢上一个男人 他还想把天龙殿给这个男人 这个时候故事找到了我 承诺帮我坐上店主的位置 而我只需要给他们提供消息就可 你怎么会知道故事和我家 许家这个事情 他们怎么可能告诉你 我可是天龙殿的大管家呀 我偷听他们在秘密算计 许家二少想上位 江龙集团出事 许家莫朗 天龙殿主内讧 故事一跃成为世家第一大主 现在天龙殿有你应手找过 为什么还要杀我 你就是辩术 你横空出事成为新的天龙殿主 他们担心天龙殿的产业 他们无法掌控 不是你自己的 吃了也得吐出来 江月 故事是不会放过你的 他们手上有比我还强的东西 你是逃不掉的 我说过要送你的东西 不过我没收拾这个 阿宁 你不会是要把这个拍下来 送给那个贱货吧 不管我送给谁 这都是我的东西 这件拍品 是一张帝王宫的藏宝图 起拍价 一亿五千万 一亿八千万 一亿九千万 两亿 阿宁 难怪你不举拍 原来是阿姨想要 那你怎么不直接拍给阿姨呢 妈 你要这个干什么 既然顾家老太太想要 那我就不争了 你一个堂堂天龙殿主 怎么那么没好气 藏宝图而已 有命续 也许就没命续 我们天龙殿之不成 藏宝图归这位女士所有 许少 你们许家 一对耳环都能出到 一亿五千万 这藏宝图不近拍 是你们许家实力不允许吗 两个亿而已 还不至于动用许家的根本 只不过没必要 藏宝图历来都是一些 投机分子争抢之物 也不知道 顾家为什么会对此物感兴趣 一直以来啊 我们顾家就没有拿得出手的 传家宝 我们顾四年结婚 也没有拿得出手的见面礼 我看啊 这也就挺合适的 不愧是曾经的第一世家 说华 但是低调 你要为我负责 此上晚宴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 谣传许家实力低微 股票 已经跌了两个点了 许家家主的死 是不是意外 难道 你不想知道吗 就算倾全族之力 我也要知道 别想 你有一个好父亲 应该 有个快乐的童年吧 八年他不知道真相吧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难道你不相信他 你以为我想和故事合作吗 你认为我自己不想独掌天龙殿吗 背信弃异 致师赋予不够 现在还想找借口洗白自己吗 我到了这种地步 还有必要洗白吗 就算洗白了 你会放过我吗 他们太强大了 你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实力 我这种身手在他们那里 只能算是三流货色 他们的野心超乎你的想象 他们迟早要吞没江龙集团 还有许家 更何况他们现在掌握了 天龙殿的实力 更是强得可怕 所以 你是在保护顾思念 所以才不告诉他 你是想得到啊 还是想成仙啊 家里怎么什么吃的都没有 我又不会做饭 买了不是浪费吗 左一个浪费 右一个浪费 别人不知道还以为你没钱呢 我本来就没钱啊 没钱住这么大的房子啊 你知道这里房价 多少钱一瓶吗 这是天龙殿的产业 我身为店主住一趟 不过分 你知道你是捧着金饭碗 在要饭吗 你知道天龙殿的实力 有多强吗 知道啊 所以我才提醒你 注意安全 越来越饿了 好久不知道 饿是什么滋味 上也就是事儿多 要不 吃了年 这又不是在外面 别演了 江远 我真的喜欢你 自从我上次见到你 我就从来不相信你 只有五岁的智商 上次救你 也是我放心不下你 结果给你打电话 打不通 我就慌了 救命真 我当永泉相帮 但不是以身相许 我是真的喜欢你 算了 上次就算我自作多情了 反正你也是天龙殿店主 就算我不去 对 季宛柔 也害不良 走吧 许晨 去哪儿啊 天龙殿主第一次坐我的车 真是天上有地上无啊 开快点 啊 再开快我就要吐了 有人跟踪 看来是甩不掉了 停车 先找个地方躲躲 这是江龙集团的大小姐 他们是什么人 想要了我的命的人 怕了吗 我能躲得过吗 不能 他们想要灭了这几家 就不可能放过你 更不可能放过我 你跟着我太危险了 我是他们现在最需要解决掉的人 他们现在还不会对你斗手 你就别掺和进来 我只想 知道我爸是怎么死的 这件事情 你就别插手了 回你的许家去吧 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外面已经把我们许家 捆绑在天龙殿的名念上了 你怎么来了 不就几个保镖吗 我带了二十个人 你还要不要脸 我没给你名分 你就去找沈满意 沈满意没钱 又来找许晨 你现在不清晨 我不想跟你说话 姐姐 姐姐以前最痛了 可是后来 姐姐她走了 我先走了 这个罪悟留在这里 也没办法聊 你先走吧 要不然许家二少 不用耍什么手银 就能直接当上家 每当上夜又放过山梵 只要你别来就不要 很真实成长 都没有痊愈就喝大酒 真想跟你来两阵 扎残废的时候就老实了 还敢拿季吻柔来气我 过时的事 你到底有没有参与啊 我怎么在这儿啊 哦 知道自己跑错地方了 不过我这里 可不是好进好出的 江月 昨天喝醉酒了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就到这儿了 昨天带了二十多个打手 把我的保镖 全都打进医院了 医药费算你便宜点 二十万 一百万够不够 你可以走了 我来这里 又不是赔你钱的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最近 天天跟在你身边的 陈满意 怎么不见了 分开多久了 好像不关你的事吧 我都还没有问你 季宛柔的事情了 你反倒倒打一耙 来挑我的错 不是问陈满意 就是说我不要脸 人都说 恋爱是会让人犯傻的 顾少 我查到线索了 请出示你的会员卡 我会员卡在今晚上闹 我打电话让他送给你 老安 这里有人闹事 你们这是要打架呀 你们最好能够扛逃 要不然 都不配被我松松筋骨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敢来这里撒业 我倒想知道 我到底惹了江州哪尊大神 这是天龙殿的产业 回头你的尸体 都会在江州消失 你再跟我说 这是天龙殿的产举 我打烂你的嘴 大声的腿 这就是天龙殿主 你还敢编排他 趁你还能说话的话 赶紧说实话吧 无忧言无出 不认识天龙殿主 该打 该打 告诉我 现在这里是谁负责 这里表面上 是天龙殿主负责 但他已经很久没有来了 陈大管家常来 这里是故事的产业 你说什么 是你 我不知道 是你让继承野心 爆棚杀了我妈 是你杀了许家的家主 是你帮我送进监狱 不是我 你再看看 他是谁 就是他 为什么 为什么 在你眼里前就这么重要吗 连我这个亲生儿子都不如 一会儿一定要拍下二人号笛 这块二人号笛虽然面积不大 但却是商圈的重转之中 标价也是最高 阿年 您弄痛我了 现在我们开始竞标二号笛 三个页 五个页 许少 我看你真的是因为女人而智商下降了 高铁站的消息是不是真的还不知道 你就愿意这样去为他挥霍 十个页 你也太过分了 这也太高了 谁让他们惹我 竟然说我抢朋友的妻子 再说 你什么时候贴上孤四年的标签了 这还没过门呢 总不关注许氏的骨片 关注这些八卦做什么 你才是最重要的 二十亿 许少要是为这个女的 我也来厕所热闹 胡闹 夫人让你别举牌了 这块地的高铁是个假消息 你告诉夫人 这是我的事和顾氏没关系 他是顾氏的人 用的是顾氏的钱 怎么可能和顾氏没关系 这是天大的效果 我怀疑有人恶意抬价 我要求验资 夫人山露出南角 这位小姐 请出示一下你的资产证明 要验就一起验 我堂堂天龙殿主 还缺这点钱 话不要说那么绝对 你一个胡妹子 勾搭上了我家儿子 现在又勾搭上了许家少主 听说 以前还有个小白领 你管好你自己家的儿子 别人的事情轮不到你 江小姐 还需验资吧 江新地产 万州餐饮 江龙度假村 都是我天龙殿的传言 主持人 请你查一下 这几家的十级控股人 到底是谁 你怕是做梦 还没睡醒 江小姐不好意思 这几家集团的十级控股人 都是你眼前的这位 果然是你 江小姐 我想看一下 你到底有多少更事 师父 我终于找到你的纯 这张看也算是 问尽其用 这是至尊黑卡 全球限量一共才十张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卡 这个小丫头 怎么可能有这至尊黑卡 肯定是假的 是真是假 验一下就知道了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帮拍卖会执法的吗 一会儿要验资 一会儿又说我的黑卡是假 你不拍地 竟成那些没用的 我怀疑你就是来捣乱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心胸杀人 你们哪只眼睛 看见我杀人了 谁死了 是这个抢我东西的蠢货吗 想要做使我的罪名 掐断他的脖子 我可以给你们做 他当场兴胸 大家都看到了 抓起来 快把他抓起来 他把我的手都弄折了 你说我弄折了你的手 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你 就是你 不过是脱旧了而已 下次碰此额人之前 麻烦自己先搞清楚 你既然用五十个亿 买下了二号地 没人跟你讲 我发发慈悲 告诉你一个真相 高天这种消息是假的 阿宁 我喜欢你在拍卖会 拍的那条蓝宝石 你不是说要送我礼物吗 我就要那条 你居然还敢找我要礼物 你的所作所为 要命的足矣 阿宁 你在调查我 你早就怀疑我了 阿宁 你太冲动了 要不是我在拍卖会上阻止你 你就上当了 二号地高铁站 是个假消息 顾绍红女士 你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你叫我什么 逆子 季婉柔这么温柔漂亮的媳妇不要 你偏要去招入 那个来路不明的江月 你不是我儿子 你以为我想当你儿子吗 你不过只把我当做你脸财的工具罢了 混蛋 你给我滚 从此以后 我就当再没你这个儿子 你不要后悔 二号地的高铁站 其实是真的 是我们故意放出假消息 让别人误会 这样 就没人抬价了 不可能 天龙殿的消息 怎么可能是假的 是我让江月放出的假消息 他换了天龙殿的高层 我们也知道了 江龙集团的那个人是你安排的 许家家主意外身亡 天龙殿主喜欢的男人 都是你安排的 居然骗我 难道 他什么都知道了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我就想知道 设计陷害我姐姐 恩将仇报 你晚上不会做噩梦吗 什么 顾氏集团怎么会出现资金问题 顾总 最近几年 冒出来一个龙腾集团 收购了很多家小型公司 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但是谁也没有见过 这个龙腾集团的董事长 怎么 还没查到他的消息吗 天龙殿那边也没消息吗 没有 你这样 把许家大少爷 抢顾少未婚妻的谣言 给我散出去 造谣许家大少爷 花了五十亿追女人 让许二少 当上许家的家族 像二少爷这样的傀儡家族 最好掌握 曾经世家第一大家族的许氏 现在没落 居然荒唐的拿五十亿去追女人 我提议重新选举董事长 这份文件有五位董事 大家都联名要求更换董事 人数已经超过了半数 请许董事长进入选举董事长刘成 谁同意你进来的 这是我们许氏集团的内部会议 这里还是我说了算吧 它是我请来的 我是你们许家家主的朋友 我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来的 不然 你以为我想跟你们合作 合作 我们许氏再没落还是个世家 你算什么东西啊 许氏要跟你合作 笑话 怎么可能 这是至尊黑卡 全世界不过只有使者 你怎么会有啊 偷来的吧 没实力就罢了 还没点眼光 诬陷起我来倒是挺有一套的 你去偷一张黑卡给我看看 你信不信就凭你这句话 我就能让你去里面待着 混账 公司是一个团队 本应该就同心协力 可你们在做什么 市面上出现了公司的负面新闻 你们就开始拆台 内讧 换董事 换我的废物弟弟吧 恐怕 你们收了不少好处吧 要么 就是被人威胁了 嗯 在座的董事 都是许家家主的朋友吧 许氏集团 才是你们的根本 我相信 那点好处费 比起许氏集团的利润分红 算得了什么 我最近在调查 我父亲当年车祸 是故意有人制造的 目的 就是要掌控 吞并许氏 你们推我那废物的弟弟 来当董事 是想把许氏拱手 让给别人吗 你们对得起你们自己吗 对得起我父亲吗 可你看看我们的股票 已经快跌停了 照这样下去 许氏不用别人 就会破产的 过分了啊 在我面前伤我的心 就不能收敛一下 不能 江月 我真的喜欢你 能不能成为我的依靠 还挺好看的嘛 怎么 今天你们组团求婚 顾少 你拿的 比我还小的钻截送给他 是不是看不起江月 你 啊 真不该用自己的资金 来救你许氏 就该让你那废物弟弟上位 股票跌停 你们的消息也太落后了吧 什么时候我们许氏董事会成了菜市场呢 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进来吗 好好看看 谁才是你们许氏最大的股东 如果论财力的话 我有限量之尊黑卡 那我是不是可以左拥右抱了 顾斯宁的电话 我竟然装了定位 顾斯宁 是你逼我 你们怎么没带啊 我 嗯 你确定 带上许臣是明知的选择吗 我十分确定 不知道你感觉的自己 这里很危险 多一个人 多一分利润 再无 还能有恶魔监狱 危险 大家来到这里 肯定知道这里的规矩 谁要是破坏这里的规矩 肯定会被处理掉 帝王宫的藏宝图 起拍价十个亿 十三亿 十五亿 这里是拍卖会 你们不加价吗 我看不上 自然就不加价了 天龙殿主 怎么可能看得上这些 不上台面的东西呢 天龙殿主 怎么可能看得上这些 不上台面的东西呢 我看不上台面的东西呢 不许动啊 我算是欠你们的 不是给那个善后 就是得伺候你 诶 你就真的 那么放心江月 你听说过 幽冥使者的传说吗 那可是一帮亡命之徒啊 诶 你就真的 那么放心江月 你听说过 幽冥使者的传说吗 那可是一帮亡命之徒啊 幽冥使者 竟然会保护江月 要不是那个女人身上 有印章门身 我还真认不出来 为什么要怀疑她 要不是你说的 那个幽冥使者 我们几个 都得交代在那儿 江月 她像一个迷 更像海里的水母 不仅美丽 还有着致命的心 这么好的机会 都让她逃脱了 难道她是找了三头六臂吗 早知道 当年我军应该让她和江里那个剑人一起消失 是幽冥使者帮了她 不可能 谁拥有帝王宫的藏宝 谁就是幽冥使者的主人 花了两个亿 就是为了得到幽冥使者的利益 故事集团资金链缺口太大了 龙腾集团暗中购买 故事股票 修长 我要知道龙腾集团到底是谁在掌握 我这么多年的心血 不能排废 唉 我遇见你们啊 也不知道是我人生中的结束 还是我人生中的幸福 结束也好 幸运也罢 你不如重新选择一下 我人生中的大场面 都是因为你们 也是跟着你们 我算长见识了 那份帝王宫的藏宝图 到底有什么玄机 那份藏宝图是被你母亲拍下的 后面又出现在地下拍卖会上 你不应该问我 你要问他 看在我挨了一刀的份上 你就告诉我真相吧 你们确定想知道真相 嗯 你们都是在陆地上行走的干干净净的人 又何必碰这些阿渣事情 别转眼话题 好吧 我母亲是江灵 被我的父亲和小三 合谋杀害 无限给我 把我送进了恶魔监狱 这你们应该都知道 天龙殿主 又是怎么回事啊 天龙殿主是我师父 他印券江湖传给了我 但天龙殿的事理 现在都归故事 故事才是他真实掌控着 你们还想知道什么 藏宝图 几次三番的出现 没管 我才不信呢 谁拥有帝王宫的藏宝图 谁就是幽冥使者的主人 那这种东西 哪有人出来拍卖啊 因为拍卖的都是艳品 藏宝图是我师父给我的 当年就是因为有人 在暗杀和这张藏宝图有关的所有人 想硬往打尽 幽冥使者的力量 顾上 您当时诈夫人说 是他害死了您姐姐 查到真相了 确实是夫人设计谋害 想断了你的挂念 当时你不肯跟着他走 宁愿跟着姐姐受苦 但是如果没有你 家产继承权就会落在你叔叔手里 虎毒不识子 顾少红也太狠了吧 要是我 宁愿没有这样的妈妈 也比这样好受心 我曾经怀疑过你 陈满意曾经说过 许家家主 江龙几个 天龙殿的内讧 一切都是故事 在背后掌控 所以 你就和曲臣合谋 引致顾少红对付你 最后 再让我和季婉柔 陪你们演戏 他是在保护你的安全 毕竟我们谁也不知道 顾少红背后 到底有没有别人在操纵 陈满意说过 故事的力量很可怕 他是天龙殿的大管家 被天龙殿都记得 和不敢对抗的力量 可想而知 伤好才没多长时间 就出来搞什么惊喜 你合适吗 江越再怎么说 也是个女人 她外表强硬 但内心柔软 我再努努力 万一就答应嫁给我们 我现在有种感觉 江越 不死不难 不需要男人 怎么找他人 至今面自己威风 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 虽然江越现在选择了你 可是我们俩的东西 她谁都没有要 证明我还是很有机会的 你认真的吗 这条希望之经 我没让几万人碰过 现在 我想让他陪你一生 如果我是一穷而白的穷光蛋 你还会娶我吗 你意思你现在是个大妇婆了 天龙殿主 有钱吧 我怎么听说 天龙殿解散了 师父早就看到了 是是非非 只不过 想找到当年的真相罢了 我又没有掌控 天龙殿的实力 自然就解散了 可是 我还有限量版 至尊黑卡 我听说 黑卡也是你师父的 听说 你还听说了什么 我还有 各大拍卖行 能争着抢着药的藏宝图呢 那不是雁皮吗 放出去的是雁皮 还有没放出去 你意思是 我在图梦里的财产吗 我身上的事情 还不够警醒吗 更何况 你还留着你那宛容妹妹呢 你可知道 当时 你和陈满意 成装入队的时候 我有多难过 哪里难过了 你挽着宛容妹妹的时候 别替我多惬意了 你挽着宛容妹妹的时候 别替我多惬意了 季宛容 当时想杀你 还想回你亲白 我留着她 是因为报仇 要亲自报仇 这些都是 季宛容的口供 这些也是她的罪证 她有什么下场 请看你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 惊喜 当然要结婚的时候 才宣布 悄悄的惊喜 叫什么 你把江月 关到哪儿去了 宛容哪儿不好 这江月 我看着就晦气 难道我顾强而喜 情节我已经发出去了 一周后 你们就结婚 你是觉得宛容 替你花好空是吧 我的事你少管 你设计了姐姐 我宁愿没有你这个妈 没我这个妈 你能当上顾家的总裁 你没我这个妈 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我就问你一句 你今天要不告诉我 江月关在哪儿 我现在就打电话 让顾氏破产完蛋 你敢 顾氏也是你的产业 顾氏是你费尽心思得到的 我可不稀罕 现在不计代价 购入公司股票 看来这是他们的大本营了 顾氏红到底和谁在勾结 终于要知道真相 也不枉费我隐忍这么长时间 无愧是幽冥王 身手不错 这样的神界也能逃脱 你是谁的人 时间不多 我是幽冥使者 听说幽冥王坏人了 侧来一见 没想到 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打败我 你就是心里幽冥王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但是让我跟那个草包 也是不可能的事 没事 我分分钟可以让你体会被虐 此地不宜久留 我先放你走 顾氏红的人 我留你一命 只是为了让你传话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幽冥王 就是最大的破产 知道他是谁吧 把他给我带过来 仙人 你怎么不和那个船员 一起下敌呀 你怎么不和那个船员一起下敌呀 谁知道我为什么没把你送进监狱吗 夫人不好了 故事已经破产了 胡说八道什么 故事怎么可能会破产 龙腾集团不是已经停止收购了吗 昨天冷先生抛售了百分之八的股票 龙腾集团趁机收购 现在故事最大的股东是龙腾集团 把冷先生抓了姜月这个消息 透露给顾思年 让他们去斗 顾夫人 算盘打得很小啊 玩的一手全眸心计 连你儿子也不例外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知道我为什么不把你送进监狱吗 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报 自己做下的念 不还怎么行 赶早报应的是你们 江龙集团本来就是季伯燕的 是你 抢了我儿子的东西 你 才最应该气死 前段时间去看季城了 我知道你很想季伯燕 毕竟母子连心了 不知道季城的人把季伯燕打成残废 你有没有感觉呢 不可能 他好歹养了他二十几年 他不可能那么狠心 是你 你在骗我 我不会上你这个当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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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那么狠心 怎么吓得起手 车就受不了 只不过把她打成残废而已 别忘了 你还有季宛容 你想干什么 她再过几天就是顾太太了 到时候 她会拔了你的骗 把季宛容带上来 不是喜欢向要暗害别人性命的 我也让你尝尝这种滋味 天杀的 你怎么不去死 本来你们是不用感受这种痛的 谁让你们把我送进了监狱 在那里学的东西 当然要好好地歇一歇 我说过 我会把你们加住在别人身上的痛 被千倍一并还给你 把她给我扔到城南的乞丐街 把他俩的罪证送到警务处 你们是师父的二大金刚 如今师父退出江湖 你们也该金盆洗手 这是一箱黄金 是给你们的报酬 您就拿着这些钱 安排你们的下半辈子吧 我们愿意跟随殿主 老先生就是那个欺骗师父的渣男 如今他的老巢已经被我烧了 冷先生的资料到手了 接下来就让他们跟故事狗咬狗吧 不久之后我就会送他们去恶魔监狱 到时候让师父亲自报仇 岂不是更畅快 阿年 来陪我喝一点吧 好 我今天就是你的陪酒牛了啊 阿年 我终于报仇了 仇也报了 什么时候结婚 结婚 我等不齐了 再不套劳你 我怕哪一天你就不见了 阿年 我妈是被你妈设计杀死的 就让她和继承 去牢里反省吧 她是我妈 要她的命 我做不到 姐姐也是她设计害死的 好 那就把他们都送进去吧 师父也能亲自报她自己的仇 既然要做陪酒牛郎 那就做全套吧 妈 你当年嫁错了人 丢了性命 继承 也去了她 应该去的地方 欧摩监狱 很适合她 还有下手的郑鱼 和吕子 害我的季婉容 都让他们得到了 因我的报应 姐姐和你一样喜欢清醒 虽然我没有见过你 但是 对你我感觉很熟悉 有一种 一见如故的感觉 姐姐 我就要和江月结婚了 是姐姐冥冥之中 挑到了江月 把她送到我的身边 姐姐 你放心 杀害你的凶手 我已经把她送进监狱了 姐姐 你放心吧 以后阿宁 都不会再孤单了 因为 你喜欢清醒 所以我选择 在这里跟你求婚 你这么省钱的吗 这栋大楼 我已经买下来了 写的你的名字 这样 就可以天天一起看清醒 你把这栋大楼买了 送给我 婚礼上 还有更大的惊喜吧 这不是三年前 江龙集团的杀人犯吗 新娘不是纪婉柔吗 这不是三年前 江龙集团的杀人犯吗 新娘不是纪婉柔吗 她要的是儿子 生不出儿子 不就会被赶出家门 我就给她儿子好了 故事破产 你是怎么办到的 这还得感谢你 早些年我就怀疑 故事按键操作 只是订阅太紧 直到他们开始这次秒 我才能顺利操作 现在有请龙腾集团 董事长江岳 和故事总裁 顾思年 走上舞台 那龙腾集团董事长 又是怎么回事啊 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你 现在我是熊光蛋了 你不要我了 我只能去谈犯 我不怕我骗你 你不是一直都在骗我 只是我相信你 和我汉 你就不想知道 藏把毒的体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我永远都不想知道 此刻这画面里有你 是梦里有过的光景 一路逗逗转转 来到目的地 不是写到这里 你的年华 我奉陪到底